Hello,大家好,我是Walker 歡迎來到Walker Lone 《戰國魔神》一套1981年的超級機械人動畫之中的意識作 為什麼叫做意識作呢? 就要聽我講下去了 故事發生在2001年 當然是1981年幻想的2001年 所以車子就沒有輪胎,是適浮的 看似太平盛世的世界,其實背後就隱藏殺機 有一個叫做毒牙黨的不法組織 差不多是富可敵國控制著全世界所有背後的政變、戰爭、天災、毒品 全部都有他們的魔罩在這裏 這時候有一位叫曾田的博士就發表他的研究 就被這個毒牙黨看中了 就把他老走了,逼他交出他的研究 當然他寧死不屈,就把他身上的炸彈引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身上經常有炸彈,總之他就死了 將他的研究秘密和他的遺孤十歲的曾田健泰 搞託了逼他一位好朋友,光頭隊長切伯拉 這個研究成果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手可以瞬間轉移的舞台,叫做Good Thunder 當然還有裏面的戰國魔神 因為可以瞬間轉移的關係 這隻戰艦Good Thunder的設定是很划算的 他其實不能夠再多過弱軍人數 名額有限,只能夠有五位成員 包括剛才說的光頭隊長、健太小朋友 另外當然有三位駕駛員 就是戰國魔神的操控者 包括駕駛King Arrow的北條真五 駕駛Jack Knight的Kitty Gagley 另外當然就是最美女最美女 駕駛Queen Rose的寶田尼美 除了五位人類的主角之外 另外有兩位非人類的存在 在戰艦上是同樣重要的 首先就是Over Over就是健太的奶媽機械人 雖然是機械人 但我覺得他是機械人動畫史上 其中一個寫得最全面的母親角色 即是他又會太囉嗦 又會太保護 又會太關注健太 與此同時他又會不開心 有時會喝醋 怕健太不疼他 即是如果再配廣東話版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用鳳素波來配這個角色 除了母親之外 另外有父親Vader Vader就是戰艦上的超級電腦 他是用外太空Bimler這個黑暗技術去發展出來 所以他的決定就高高在上 亦都不知道他想什麼 他說什麼就什麼 尤其是他是不斷地進化 令到這隻Gold Thunder戰艦 和Gold Shogun切果魔神那些武器 他的科技 是不斷不斷地演變的 有一段時間 當他到了第二階段的時候 甚至是變得不穩定 是危險的 會有什麼移動呢 如果Gold Thunder爆炸的話 就會毀滅了整個太陽系 所以獨牙黨亦都不會說 他膽敢毀滅這隻Gold Thunder戰艦 只是想奪取他的技術而已 故事的開始主要是環繞著健太小朋友的成長 健太雖然是一個科技上的天才 但是心智上他真的是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他就思考了一件事 變成會犯低B錯誤、闖禍 如果你現在以成年人的角度去看 頭幾集也挺難捱的 而且Pattern也很重複 即是戰艦去了新的地方 發生了一些事 然後獨牙黨找到了 戰果魔神迎戰 通常就沒什麼懸念了 幾次就打倒了 然後瞬間轉移的引擎又可以運行 他們就可以走到別的地方 這就是第二集的了 變成了很公式化的 尤其是突然有一個180度的轉變 就是當故事開始說那三位駕駛員的過去 戰果魔神這三位駕駛員 和我們以前看過的三一萬能俠 或者V型電池合、出型電池合 那些隊伍是很不同的 他們是比較一種僱傭兵的存在 彈仗的時候 他們不會在這裹挖詭叫 正義等等 反而會經常插火打運 互相說一些不要笑笑話 甚至你會覺得有那麼多冷血 或者將本是置身事外 然後再描寫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 不可人知的過去 都挺慘情下的 例如曾五 他原來曾經跟一位隊友爭女朋友 爭贏了 誰知道結婚的時候 就因為他犯了一個錯誤 令到那些壽家找到來 就累死了他的未婚妻 他當年的情敵 就把這件事壞於他 回來找個算帳 另外當然還有一個 很漂亮很漂亮的賭田李美 其實一直都會覺得 她是一個跟其他 《烈焗機器人動畫》中的 其他女主角很不同 她是比較成熟 細顧 有時會自嘲 笑自己嫁不去之類 一個 中女來的 性格上 去到第十二集的時候 我們發現 原來她以前 不過她仍然是特報的時候 她曾經認識了一個男生 是一個藝術家 但是因為一次行動 她以為自己累死了這些男生 她一直都更緊於懷 她有一個鏈嘴 有一個男生的照片 當戰男回到巴黎的時候 她重新遇上了這個男生 原來她不單止沒有死 而且還是一個名勝利咒的時裝設計師 正當李美開始吹奏像春水 想著會不會跟這個男生再發展的時候 發現原來她將她的靈魂賣了給毒牙黨 還打算出賣李美 最終當然李美就可以把這個故事放下 我相信這一集 令到李美這個角色 在觀眾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 四年之後的劇場版 也是由李美獨當一面的擔大旗 讓他們做鄭主角 其次就要說一下毒牙黨 其實毒牙黨也挺有趣的 甚至有一點諷刺其他超級機器人動畫的大國 毒牙黨的活脫是一個黑社會來的 什麼都是講錢求財 也都解釋了為什麼每次只能出一隻怪獸 而成堆去打這個戰狗魔神 因為我們看預算 這件事寫得挺好笑的 除此之外 其實他們的黨魁 這個叫做Neo Neuros 這個人物 寫得比較有些含糊的 但到最後我們明白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一個萬惡的宇宙 千年半年的萬惡的化身 只不過拿了人形象的地球作惡 所以每一集他出場的時候 他都是背光的 有些面目模糊的 另外他下面的三位將軍 反而就寫得更加立體了 首先不得不提一定要講的就是 賓道 李安納道賓道 他是一個美形惡翼 英俊金頭髮 經常咬著玫瑰花 出口成章 他是最深於美學和哲學 他也要講靚追求 戰爭的美學 當他出擊的時候 會有交響樂座底 所以是挺掛槍的 但當他遇上了李美的時候 那個角色反而變得更加立體 因為他懂得去欣賞李美 不單是因為李美很漂亮很漂亮 也都是因為李美裡面的靈魂的美 和他的孤單 是觸動到這個賓道 其實賓道這個角色有多受歡迎呢 你看一下 戰國魔神的Ruban Album 是用賓道和李美做封面的 第二位將軍吉奴 他有躁狂症 你經常見到他匹振症劑 很恐怖 原來他小時候 他爸爸是美洲 某一個國家的總統 被人暗殺了 令吉奴至少要過著流亡的生活 亦都是這樣走上歪路的 第三位將軍卻拿鼓 是很搞笑的 他是那些沒有有力的 頭大沒有腦的人物 原來他以前是一個拳手 他打過二千場比賽 未逢敵手 誰知道有一次 有個觀眾扔了一條招皮上台 他善親的關係受傷 就要被迫退休了 但他又娶不完 他娶了一個有錢婆 這個女人 原來跟獨牙黨的關係 他就是這樣進入獨牙黨 所以他有個出氣機下人 他心情一不好 就叫他出來摒幾槌 因為他這麼粗枝大業的關係 跟獨牙黨是很不對的 但是他有個副業 他是做快餐的 所以他這件衣服為何紅色和黃色 其實是有些關係的 這三位將軍在故事最尾的時候 他們都改邪歸正 獨牙黨繼續對美和哲學的研究 一著書立說 吉奴就回到他的美洲 做總統 而且也是一位醫生 因為他對藥有研究 他就繼續快餐事業 成立了一個快餐王國 是一個億萬富翁 再說一些花絮 其實《戰國魔神》 是日本著名動畫製作公司 《偉Production》第一套 一手一腳包辦的動畫作品 之前他也有幾套作品 但就和其他製作公司分擔 這次大哥仔 就真的用自己公司的資源 製作26集的電視長劇 幕後班底導演就叫做湯山邦演 而這個故事就出自首藤剛志 首藤剛志是戰國魔神的爸爸 不單止他寫了電視劇 之後他也寫了幾本小說 一些故事唱片 唱片你可以在YouTube找到 是有自忘的 最重要當然就是這個劇場版 《時之二邦人》 都是他的嬰兒來的 其實最早期 這個故事就不是叫戰國魔神 也跟超級機械人是無關的 而是一套真實風格強烈的 講一群逃亡軍人的故事 相信是因為有了玩具箱的贊助 你也要妥協的 就加了一個機械人 除了一個造型就明明是戰國魔神 你說這套戰國魔神的故事 和戰國有什麼關係呢 那麼他硬是加了一些進去的 最容易認的就是 真田幸川這個名字 其實真田幸川是 戰國時代一個 很出名的末代名將 他最為日本人熟悉的其中一個傳說 就是在他最後一場戰役 知道自己大閒張志的時候 就將他的三女交託給一個 他欣賞的敵將 就拍攝真田博士將兒子交給港頭隊長的這部份 又例如南諸國的名字 北條真午 其實北條是真田幸川其中一位支持者的姓氏 又或者獨牙黨 其實那個發音 人文發音就和德川是有少許諧音的 其實就是這麼多的了 和戰國就真的沒有什麼關係的 導演湯山邦然和作家秀藤剛子 可以說合作無間 其實在戰國魔神之後 他們最為人熟悉的作品 就是 《寵物小精靈》 秀藤剛子是被譽為寵物小精靈之父的 所以當他過世的時候 都挺大件事的 在一個追思會上 播映了幾套他的作品 而第一套 就是《戰國魔神》 我再很快地說一說人切和機遲 其實每一欄都有兩個人名 人物設計方面有本橋秀之和平山治 據網上的資料就是負責中那邊的角色 你說平山治是否負責奸國呢 我就不太肯定了 你看看你認不認出他們的風格 本橋秀之就做過六神合體的所有人切 而平山治 Cats Eyes第二季的人切就是他負責的 其實他們兩位之後也不再做人物設計 他們多而是比較做其他動畫的崗位 例如監督和原畫 特別是平山治之後 監督過很多動畫電影 例如80年代打喉的一系列的 雷鵬三世的作品 都是他監製的 機械設計方面也有兩個人名的 分別就是佐藤原和龜活一 佐藤原以我理解就是真的設計了 但是他之後也沒有再做太多機設的工作 除了一套我非常喜歡的作品 巨神戈爾古 當然巨神就是安然良和和永野戶的寶寶 但是裡面也有很多真實得來很有性格 也有很細節的機設 就是佐藤原的作品 我覺得這位仁興他的機設是挺有性格 還有挺有天分 之後你有沒有再做太多機設 是挺可惜的 歸緩一 他之後就是負責了綠神合體的機設 那你說為什麼綠神合體的機設 就這麼是正義 而戰過魔神的配角機就這麼傻 這是一個謎 我就回答不了了 看真一點 這些機設是真的好似綠神合體的 尤其是那些 半機械怪獸有手無腳那些 是有綠神合體的味道 另外我不是說他有些車是浮的 沒有輪胎的 那些車子做得挺漂亮的 那些設計 拍得住Crusha Joe的 有點像 有些像Crusha Joe的那隻 Benz 和我那輛BM 我覺得很相似的 到看看這個Pulse Plus的超過魔神 看看是否帶給大家什麼驚喜 首先就是那個大盒 天地蓋表坑的彩盒 都很硬的 風格和上次那隻 銀河的風格差不多 後面有漂亮的照片 我上次也說過 Pulse Plus的攝影師 他擺姿勢很厲害 我覺得他扭到那隻機械人的動態 扭得很漂亮 都是一罐天地蓋 裡面就發寶膠那一部分裝機械人 而吸索那一部分就是裝拍子 也都是差不多的 好了 這隻戰國魔神就站在我面前了 雖然我經常說我是真實系的粉絲 但是有幾隻超級系的機械人 我是很喜歡的 其中一隻就是戰國魔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 對他的合身那一段影片 那個印象我是很有深刻 因為我覺得他很華麗 他打開心口的時候 裡面的燈會會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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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 所以這隻是頂級的 除了都是重手的合金 又沒有什麼脆弱的部分 而且呢 我放在玩具架上十幾年 那些電動是動都沒動過 新的一樣 現在拿出來 CM時有些作品好起來 是可以很好 當然你說其他可動性 那些東西當然是比不上這一隻 要讚的東西 其實一眼看完 你所比例就是非常之靚 但是他這個黃 即是在動畫日瓶的黃色 他用了一隻比較淡口的瓦金來表達 我就覺得 可以黃一點 即是如果你真的要好死忠去跟遠似的話 在動畫裡面是偏向像芒果王 以這個比例來說 我亦都不敢說 哪一隻金色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說像動畫 那麼這隻芒果王就會比較像 其餘外形 你說讚的東西就免得說這麼多 你說如果批評 我覺得他的頸是做幼 當然我相信 他是因為要給他更大的可動性 而去這樣做法 但是就有一點點燈心頸 我覺得可以平衡好一點 就比他頸粗一點 整隻展國魔神就比較乾淨 就不會加到什麼 Panel Line 那些細部 我個人口味 我就會傾向可以加一點點 你說像合金雲那隻傳說巨神 可以加到這樣的地步 去表達到那種比例感 我覺得是挺成功 這一隻 如果我個人口味上 我覺得是寡了點 可以加一些細節 除此之外 都沒有什麼可以彈的了 外形上都是九十幾分 話說回來 做到整個機械人 前後左右上下 一個螺絲洞都找不到 我相信製作團隊都下了不少的心機 接著就看看海洞繩 首先說頭 剛剛都說了 其實所有的關節都在頭裏 變成這個位置就動不了 但在頭裏就盡力了 因為除了有個波齋之外 另外頭裏還有多一個關節 令到在額曲到九十度 正如我剛剛所說 因為這裏沒有關節 頸部也說沒有什麼 不能拉出 這樣就盡力了 因為空口在這裏 不能再做任何事情 因為要放箭機進去 所以可以原諒 肩甲是裏面有裝彈弓的 你拉上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管 它自己就會退到對的位置 這個也是很好玩的 不需要你去就住 這裏是可以轉 這裏也是可以有相關節 但首先手臂的前甲 它是可以讓你移到後面一點 不會阻礙它動 接著呢 對摺都可以的 差不多了 因為它這部分比較緊 所以如果你想做到最大幅度的話 你可能要用一些音力 首先屈了上臂的關節 對 接著再屈下臂 前臂的關節 這樣就可以玩到最大幅度了 拳頭就是Ball Join 另外呢 肩膀呢 也都是可以 像High Grade那樣 向前 推的 後面都可以 差不多 這個肩膀呢 這個肩膀呢 也都是可以玩到很盡 的了 Pose Plus 大哥 腰呢 也都是可以轉 其實是很實質的 腰 跟上一隻銀行李鋒一樣 它也有向前 咬的 這個呢 其實擺Pose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給了很大的張力 特別是呢 先說一下大腿 先把腰甲 先把腰甲 腰甲呢 是雙重的 變成可以拉開距離 多一點 裙甲呢 你可以遞起一點點 那麼 大腿呢 除了可以轉動之外 當然可以 向上咬 那 你這樣看呢 其實大腿就不算多 90度 但是它支撐度已經很實質 因為它這個位置重 它支撐度 另外呢 雖然只有90度 但是就是說 因為那條腰可以動的關係 很緊 因為那條腰可以扭的關係 那你就給了一個 大腿的錯角 是彌補了大腿有限的 向上提的幅度 然後小腿 那你感覺上好像是多於90度 腳掌 這個腳掌呢 我覺得它做得很好 因為 首先因為捷克波神的設定 沒有腳掌 一見過 當然就 好像CM時沒有做到腳掌 那它這次當然要做回 今時今日的可動玩具 它就用了一個這樣的關節 就是拉出關節 其實呢 我很多時候 在RoboWin都會看到 但是呢 我經常覺得 RoboWin是做得不好的 雖然我看到它的用意 但是玩得上來 拉來拉去 你都覺得拉得不順手 好像拉也不覺得 多了很多空間 這次這個 它就做得很好 它是真的 給到一個 這麼大的貼地 給你 它就做得那個 真的做出這個概念 應該可以給到你的自由度 而且 也很夠實正 這個腳掌是做得非常之好 可以向前挖到這麼多 即是你什麼姿勢都可以擺 我從來都沒見過 合金玩具 腳掌是給了一個 黏了一個EVA在這裡 放線 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些師兄家的桌子 這麼滑 這個挺有趣的 而且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可動性方面 應該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來看看Trisley Trisley是由三架戰機組成的 有 King Arrow 北田真五駕駛的King Arrow 駕駛倉 是前面紅色的 其實是駕駛倉 駕駛倉 接著有 Killy駕駛的 Jack Knight 駕駛倉 駕駛倉在頭上 而上面是一個炮塔 就是一個炮塔 然後是Queen Rose 很美麗的駕駛 駕駛倉 當然是前面黑色的部分 金色的駕駛 生駕機結合 其實在動畫中 我覺得是交代得挺合物的 這次Postplus 補完少許 把中间的位置变成180度转 加弹多了肩膀关节 加弹了 我觉得这也是合适的 整个肌头屈向背脊 后面有个脂肝 让肌头可以去到背包的位置 不会阻止下身的动作 Queen Rose 就要扭一扭 有一个接合器 把肌头屈向屁股位置 把肌翼接合 他很巧耀地用了原设的某些部分 来变成他的接合件 这个设计师一向是有很聪明的东西 这个就插进去 Twisty 结合完笔 他本身这一对手已经很可动了 但是他还会给你多一对手臂 你就可以换了他的 这个拳头就大一点 更加英俊 而且是可以换手掌的 他这一对小手掌 做得是很漂亮的 很小 比较小的Figma 但是他刁得很细致 很有型 那么 换了一对手掌 就可以换了很多有型的姿势 可动性方面 我刚才说他做了一个可动的肩膀 令到他的肩关节 可以做到跟大合金一样高的可动性 腰可以旋转续动 下身方面裙甲可以揭起 大腿可以提高大概90度 也可以自由转动 膝蓋就更加可以扭多于90度 高度非常不错 去到脚掌 他也是很聪明的 用了小腿内側 来做贴地性的关节 因为这个肩膀这么小的关系 所以变相对这些取巧的容忍度 就会高很多 其实脚掌也可以向前向后 有向前向后的关节 但是他是用一根螺丝来做 这个 关节 所以就会很紧 如果你尝试要找个眼镜螺丝 可以送一送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 之前那个文化列峰 他也有这些地方是用螺丝来做关节 是有些取巧的 因为其实螺丝你屈得多 他就会鬆 情况就跟你的眼镜的 那个鼻一样 但是 这个当然你 扭动这个位置的频率 不会好像眼镜那样高 所以都可以原谅的 终于有一只 帥仔 detail 可动度高 而且完全合体的Trisley 还了你美一个公道 接着要合身 这个是每一集都会出现的 华丽情景 我刚刚也说过 我最喜欢看他合身的镜头 因为他里面的灯会斩一下斩一下 这次呢 我打开过去先 他都做得挺漂亮的 虽然就 没有说做到真的 那些灯可以斩一下 但是其实呢 他也是有落灯的 那么呢 他就没有用到呼吸灯了 如果可以斩一下斩一下就更加似的 也没有说用到一些 光纤去做到 可以有一点点的不同颜色 未去到那么完美 我心目中想 最美的效果 不过他有灯 我觉得已经是人类的一大步 另外呢 小腿那个甲呢 首先要先把膝盖拔出来 然后再打开 其实这两个格纳库呢 他都做了一个类似 连动的 可以移动出来的空间 但是就不是很明显 也不是说很 很顺 小腿这个就没问题 但是 这个就要自己 把膝盖拔出来 就不会做到很顺的连动 而且呢 你把膝盖拔出来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呢 如果你不首先 把膝盖拔出一点 而就这样挖的话呢 你是会 弄花 那一只就已经花了一点 所以呢 那一个东西之后呢 就记得 首先把膝盖拔出一点 然后才 开胸口的盖 那就稳妥一点 那个银色花了 也不是太外眼的 我自己找一些模型油 点回去就没问题 不过就 这些小瑕疵 是会扣少少分 另外呢 那个 这个小腿那个仓门呢 我就觉得 比较难 就算你有指甲 也比较难挖 其实我觉得 它在这里 可以在膝盖遮住的地方呢 可以做一个 一粒一突的位置 让我容易脱离 那 问题不大的 Queen Rose 你又要有少少动作要做的 要把上面那个突出 刚刚的 用来变机行的那个接合位呢 要把它向下放在两只脚中间 当然也都要接下一个翼 接着再把駕駛 向下 接 才放得进 OK 放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 关门了 关门了 都接合得很漂亮 好多空拱 另外到Jack Knight 这只就可以 就这样放进去 面向外 可以跟回电视一样 因为在电视里面 其实是这样进去的 到胸口了 其实呢 你这个就没办法跟到电视的设定了 因为电视的设定 它是不需要接 它可以整个 整只用战机的形态 进去格纳库那里 这样进去的 其实就不够的了 跟CM小姐一样 你都可以首先把它接 才放进去 里面有灯 导航系统 把它 插进去 好 其实它这个空甲 我觉得它的接合有点问题 一点点好像不是很贴 但它有 其实是OK的 我不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又不可以说它删得不好 但它有一边又好像不够实 如果它可以有一个 拍实的损位 可能会更加好 手掌方面 除了一对拳头 有两队握兵器的手 分别在于 角度 一队就是90度握拳头 另外一个是有少少垂低 令到你的兵器 给了一个角度 握炮的时候 特别有用的 其次就是一队手掌 手掌也都丢得挺漂亮的 我对这些手掌 是特别在意的 因为你摆姿势的时候 那个动作有没有张力呢 就和你画公仔一样 其实你懂得画手指 那公仔就会很漂亮的 现在的玩具箱提供的手指 都越来越漂亮的 尤其是Post Plus 它做这些东西是做得很有水准的 放出来的Post 就像你看到插图那样有型的 好了 换了拳头 它是波绽线 但是它有少少巧妙 波绽线中间有条坑 做了一个空位 令到你一拳一拆的时候 不用那么肉吃力 但是插在它的时候 它一样会将开 令到握的兵器不会鬆滴滴的 它有两把白兵器 一把是斧头 一把是刃 我现在试试握这个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它就不会太难插 但是插在它之后就会很实正 那就是这条坑的功用 那就是这些小点子 令到整件玩具都加了份 我最恨那些 机下人就是 插兵器的时候 要不就 直接拳头插不到 要不就 插在它之后 波绽线 整把剑就 这个就没问题了 我留意到这种东西 它大腿的银色 它表面有一层类似 保护漆或者保护膜的东西 令到它是很耐 很耐磨 但是腰就磨了 不知为什么 令到腰就很容易化 再试一支太空大炮 其实是早期它的必杀技 当它还没有那个 高flash的时候 它平时不用挂在身上 因为它们有一个瞬间转移的技术 它要用的时候 就由那只战艦那里 传送给它 它就可以拿着那只炮 很容易就 做到 双手持枪的动作 你说如果这只炮也有得发光 得一想二 另外那个斧头 就有长短之分 这个 它这个刀有点稠 这个位置有点紧 我觉得它们有点紧 松滚位 在吞这些东西方面 还要下一些功夫 这支东西很凝聚的 配件方面 除了这两支白兵器 还有 Space Bazooka 其实在动画里 它还有些飞弹 那些 比如它 裙甲上面这两个孔 雖然不太合理 其实就是可以 射出这些光线的 如果它肯给一些 做到一个 可以 好像 露宝云的那些 效果件 给你 对 会再加 随味 因为这个兵器 就在动画里 挺常见的 最终的必杀技 是由三件透明件组成的 这个Gold Flash 它 很搞笑的 它是随着 电脑的进化 Fadar 进化了之后 就给了新的必杀技 早期是黄色的 写出来 就可以令到 敌人毁灭 但是到了第四期 最终极的进化的时候 就变成了蓝色 这次就没有给我们了 其实 我觉得它应该给了蓝色 因为蓝色才是最终极的形态 蓝色的就不会毁灭敌人 最初大家都知道 呆了 进化完 为什么没效果 原来蓝色就会令到对方的机械人 有了人性 即是突然间醒觉自己的存在 他就会因为 抵受不了自己 竟然是一个 机械人这个事实 就会自爆 而每一只 被蓝色的Gold Flash射完之后 都会因为内疚而自爆 是的 你说如果我有这些东西来对付黑警多好呢 我现在没有了蓝色的那个 没办法了 只剩下黄色 CM的那只剩下黄色 插进去 首先要把背包脱出来 然后插进去 看着插进去就稳定一点 其实真的要 手势的角度要插得准 因为这些透明胶 应该是挺脆的 都挺容易难的 我觉得 所以插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你看到它用来夹着它的件 都挺优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设计 它没有考虑到这个交件本身的脆弱性 我玩下去就怕怕了 所以我插多两次 如果我选择的时候 我就不会拔它出来 而且你下次 拔的时候 如果你忘记了 你可能 你错了角度 这个东西会断 我觉得这个设计不是很方便 这个设计 但是当然 你说 这一件配件 我不会整天拔出拔入 我又不会 我这个 战国魔神 我展示了十几年 我都不会去 拿走后面的高光 话实话 有点有趣 CMC这个高光光 因为它是射出来的 那些光线 它这个是飞弹来的 好搞笑 插完再 上回背部 先试一试着灯效果 先试一试着灯效果 试试着灯效果 看看会不会出一点 哇 行不行 很厉害 这个是必杀技的早期形态 欠我们一个 蓝色的终极形态 如果是Bandai的话 蓝色件可能会是云限的 POST PLUS就没去到这个地步 POST PLUS的战国魔神的介绍 就差不多了 优点大家都看到的 外形 上色 构造 可动性 都会达到我们的要求 如果你说批评 有些小瑕疵 有些地方 插的 插得不太好 有个地方会开花 银色的腰 比较容易花 希望它会改善到这些问题 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另外 如果我还有一个过分的要求 如果以一个 这出动画的粉丝来说 我觉得它可以给我们的敌机 那个出製机 因为 这个 毒牙党 它是有一只 黄色的兔子机器 打极都还有 整个都要打架 那只机器 它是造型很简单的 如果它可以背一两只给我们玩 可以跟战国魔神对打 那就最好了 当然要求 欲望是无尽的 节目开头 我说过 战国魔神是一套 意识作 来的 除了因为它故事里面的人切 比较以往的 刺客机器人 有些不同之外 它之后的组作 有些小说 和 这套 剧场版 时之以邦人 才是叠定了 他这个意识作的地位 话说当时 在经过 封之谷的成功之后 德坚书店 就下了两个 去做两套剧场版 一套就是 厄井手和天夜喜效的 天使之论 而另外一套 就是这一套动画 作为千屋机器人的 逐作 一个后转 在整套 时之以邦人里面 战国魔神是没出过场的 有 它是以这个 汽车里面的装饰 是出过几秒钟的 厄井手和天夜喜效 共同創作 天使之论 我曾经听过 外国的影评人评 为日本动画史上其中一套最重要的理程碑 无论在故事的大胆创新 和在画工方面 如果论画工 时之以邦人 就绝对不是那个level 但如果论故事的创新大胆 又或者作为一套 机械人动画的组作 那个故事上的跳脱 我觉得对后世的动画的影响 比天使之论 可能更加大 时之以邦人的故事 发生在TV版的40年之后 我们看到近70岁的李美 就应该是一个阿婆 但是造型 其实跟少女的李美是差不多的 话就是这么说 但其实他身怀绝症 已经善人无多 加上遇到一次交通意外 令到医院的医生 都说 好回的机会 不够2% 就应该走回去了 那他那五位同伴 就是 战国魔神那两位架驶员 加上 毒牙党的三位将军 其实他们之后 亦都成为了生死之交 这五个男人知道了 就立刻赶来医院 陪伴李美 为他打气 与此同时 有两条时间线 是在观众面前 同时间展现的 在第一条时间线 我们看到 儿童时代的李美 原来他妈妈 在巴黎的楼银 过着皮育生涯 当然李美 就不太瘦了 而且他妈妈 很快就过了身 有一次掃墓的时候 李美就不小心 在墳墙 跌入深渊 被救的机会 差不多是等于零 第二条时间线 就应该发生 在TV版过了之内 不久了 他和五位队友 已经变成了 出生入死的 特别队伍 这次他们来到一个 非常诡异的 类似中东美好龙的 姓城 一个外星的地方 这个地方 命运是一齐的 无人可以抵抗到命运 而李美在这里 就周到一个 神秘少女的 死亡预告 其实五位队友 亦都收到同样的预告 故事就看到 他们六位 怎样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去战胜 命运的所谓 不能逆转 儿童时候的李美 他真真正正的 跌到谷底 比较的机会 可能是零 但救回他 其实是对将来的 一个信念 他相信 明明中 他会有 朋友去陪伴他 他不会一世都 这么孤单 年轻时候的李美 就更加 身边 已经有一班 出生入死的战友 他们又不是家人 他们的关系 是有一段距离 有一个互相尊重的底线 不会入到 对方的界线之内 其实他 真误 和宾道 这三个人 在某程度上 他们都是因为 过去犯过一些错 而不断惩罚自己 不容许自己得到所谓的幸福 不容许自己得到所谓的幸福 不容许自己进入自己的生活里面 选择了孤独的过了下半生 但是 这种近乎 有一个智慧的趋势 白仙勇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智慧的趋势 将我们大陆深渊 虽然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但是 当 命运带给你最终的一个挑战的时候 他也不会放弃 他选择了咬牙关 用吹黑了子弹 都要战胜命运 这个就是李美这个角色 最动人的地方 《战国魔神》这一个 视之二邦人的外传 可以说 一个组作 是一部少有的动画 去探讨一个这么深入的主题 讲着孤独 讲着死亡 作为一个机械人动画的组作 令到很多人都非常诧异 所以 奠定了他对日后对机械人动画的 莫大的影响 你说 之后有些什么作品是类似的 我要等到十几年之后的一套 什么 新世纪什么福音战士 有机会讲一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么多 下次再见 拜拜